我家是农村的,住在一个山沟沟里,我们的村里有几十户人家,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山脚下。 我有两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我是家里的大哥。 我初中毕业以后就在村子里干活了,我们这里是山区,就在梯田里种玉米,种地瓜,当作一年的粮食。 但是,我们还种山豆角,拿到集市上去卖,收入微薄。 我有两个姑姑,我的大姑嫁到了邻村,二姑在一个亲戚介绍下,去了市里一户有钱人家干保姆。 二姑眼里有活,把保姆工作干得非常好。 主家非常赏识她,就给她介绍了一个城里的对象,二姑在城里安家了。 二姑父是有钱人家,听说老家就是当地市里的老住户,有房子好几套。 二姑嫁过去以后,跟着想了不少福。 每次回娘家的时候,二姑都穿金带银,给爷爷奶奶也买不少好东西。 自从爷爷奶奶去世后,二姑很少回来了。 在那个遥远的年代里,通信比较落后。 我们家里没钱,也没有安上电话。 我父亲实在想念二姑了,就让我给她写信。 可是我写给二姑的信,就像石沉大海,她从来没有回过信。 我们去大姑家串门的时候,说起来给二姑写信的是,大姑叹了一口气,说以后你们不要给她写信了。 我们为大姑为什么不能给二姑写信? 大姑说,你二姑的脾气不像我,我喜欢和娘家人来往,看到侄子就觉得特别亲,但是你二姑嫌麻烦,可能她在城里待久了的原因。 听了大姑的话,我们有些心凉。 我们和二姑家是亲戚,给她写信都不行,居然还嫌麻烦。 看来二姑是嫌我们穷,就怕我们沾她的光,她是不愿搭理我们这些穷亲戚。 大姑家对我们一直不错的。 大姑家的日子过得比较宽裕,大姑父有腌制酱菜的手艺,他们家开了一个小型的酱菜加工厂, 把附近农户种的黄瓜和榨菜等收过来,自己腌制加工再卖出去。 那些年,大姑家对我们的帮助不小,当我的弟弟妹妹上学缺钱的时候,没有学费了, 父亲就去大姑家拿个三十五十的,大姑也从来不催着我们还钱,有就还没有也就算了。 我们去大姑家串门的时候,临走大姑总是给我们把好吃的东西带上不少, 比如一包桃酥或者两条饼干,那时候桃酥饼干就是稀罕的东西了。 大姑家有两个儿子,大姑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哥, 他考上了中专读的是师范,毕业后在县城的一所小学里教学。 大姑的小儿子是紫城副业,跟着大姑父在家里烟贤麦。 每当我去一趟大姑家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很不平静, 同样是在农村过日子,我们家过得如此拮据, 可是大姑家却过得很富裕,就是因为他们有手艺啊。 我已经看明白了,在农村里有手艺,就能换碗饭吃, 学到一门手艺,就不用下地干活了。 我决定要出去打工,挣钱补贴家用, 再就是攒钱去学一门手艺。 我和父母说了我的计划,他们也非常支持, 我们实在是过够了穷日子。 父亲给了我三百块钱,我拿上当路费, 我就跟着村里的一伙包工队,来到了市里的一家工地上干活。 我年轻力壮,不怕吃苦,更不怕受累。 在工地上,我浑身都是泥水,我一点也不在乎, 我搬钢筋和水泥,我实在累了, 就躺在工棚里眯一会儿眼,醒来接着去干活。 我以为我出了大力,肯定就能挣到钱了。 但是让我失望的是,到了月底的时候, 带我出来的包工头却说,包工程的人没有把钱拨给他, 他暂时没有钱给大家发工资。 我一听就慌了,我出门的时候,身上只带了三百块钱, 好在我们县城离市里不太远,坐车花了几十块钱。 这一个月,我几乎不敢吃饱饭, 好在工地上的饭菜很便宜,花钱不多, 现在我身上只有不到二百块钱了,怎么办呢? 我们一同出来的工友,都怨声载道, 哀声叹气,可是没有办法。 包工头安慰我们,让我们再坚持一个月, 到下个月的时候,也许就会发钱。 我又在工地上坚持了一个月, 盼星星,盼月亮,盼着马上发工资。 当时我的身上只剩下一百来块钱了, 可是让人绝望的是,包工头告诉我们, 说盖大楼的工程款还是没有拨下来, 只能等工程款下来了,一块把工钱算给我们。 我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 我对包工头说,我不想在这里干了。 包工头是我本村的一个大叔, 他倒是不错,他说我走也行, 让我不用担心工资的事, 等发下来工资的时候,他给我带回家去。 我离开了工地,我茫然失措, 我去哪里呢? 我一分钱没挣到, 而且还把二百块钱花光了, 我摸摸兜里别别的那几张纸币, 一阵心酸涌上心头。 这个样子, 我哪有脸回家呀? 家里人都等着我挣钱回去呢? 我把眼泪咽回去了, 我是一个男子汉, 我不能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 走投无路的时候, 我想到了我的二姑, 她就住在市里呀。 我想去她家碰碰运气, 二姑也许能收留我, 给我介绍一份工作, 毕竟二姑父他们是当地人, 门路多, 认识的人也多。 我特意在路边花了十块钱买了一兜水果。 我提着水果去了二姑家, 我知道礼倾情一种, 如果空手去人家会不高兴。 小时候父亲曾经带着我来过二姑家两次, 我还有些记忆, 凭着模糊的记忆, 我终于找到了二姑家。 二姑家是城中村, 他们住在一栋大院子里。 当我窃窃地推开二姑家的大门时, 二姑正和几个中年妇女坐在那里聊天。 我喊了一声, 二姑, 她一愣, 她没有朝那几个邻居介绍我是她的侄子, 她只是问我你怎么来了呀。 当着那几个邻居的面, 我没好意思说自己的窘迫状况, 我只是说路过这里来看看二姑。 我自己找了一个座位, 坐在那里。 好半天, 二姑才和那几个邻居聊完了天, 把邻居送走了。 这时二姑问我到底来干什么? 我对二姑实话实说, 说在工地干了两个月, 一分钱没有挣到, 身上马上就没有钱了, 可是也不好意思回家, 我想请二姑帮忙给我介绍份工作。 二姑一听, 马上皱起了眉头。 她说, 侄子呀, 你以为工作是这么好找的吗? 你一没有学历, 二没有技术, 去哪里给你找工作呀? 我连忙说, 二姑, 我不要好工作, 出大力再苦再累都不怕, 只要能挣口饭吃就行, 我不挑剔。 虽然我这样说, 可是二姑还是表示她没有能力, 给我找份活干。 二姑说得非常坚决, 我心里的希望一点一点地破灭了。 已经到了中午十二点多了, 我的肚子饿得咕咕叫, 那天早晨我就没有吃饭, 我多么希望二姑能留下我吃顿饭。 可是二姑说, 你也知道了, 我没有能力帮你找活干。 你走吧, 你还是回家帮你父母种地, 不要再出来打工了, 城里的钱不好挣。 二姑也没有要我买的水果, 他把水果塞到了我手里。 我拿着这豆水果, 失魂落魄地走到了街上。 此时此刻, 我的眼泪终于憋不住了, 热泪直流。 我饿得前胸贴后背,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 我拿出水果吭吃吭吃, 吃了好几个, 先填饱肚子再说吧。 平时我可不舍得吃水果。 我不能继续在市里逗留, 我怕再花钱怎么办? 身上的钱越来越少了。 可是我也不好意思回家呀, 没有挣到钱, 怎么回去呢? 回去怎么对父母交代呀? 我迷迷糊糊地坐上了 回县城的公共汽车, 看到县城里熟悉的街道, 我的心里踏实了好多, 但是我不能回家呀。 我在县城里花了十块钱, 找了一个小旅馆住了一晚。 天亮以后, 我一条街一条街地穿梭, 我希望能看到有招工的, 我盼着在县城找份活干。 这时, 我突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 我一回头, 原来是大姑家的表哥, 他看到了我, 他问我在街上逛什么呀。 我不好意思地对表哥说, 我去市里工地上干活, 但是两个月也没有发工资, 我不想在那里干了, 就回来了, 想在县城找份活干。 表哥看着我落魄的样子, 他知道我肯定是走投无路了。 那时候才不到中午十一点, 但是他就把我领进了一个小饭馆。 表哥要了两碗馄饨, 四个肉火烧, 我好几天没吃上一顿饱饭了。 我呼啦呼啦喝了一大碗馄饨, 吃了两个火烧, 可是我还没有吃饱。 表哥又把那一碗馄饨推给了我, 他只吃了一个火烧。 表哥对我说, 表弟, 你别着急。 那天我和一个同学吃饭的时候, 他说姐姐家刚开了一个饭店, 正缺人手, 我带着你去看看吧。 很快, 表哥带着我去了那个饭店。 他们一看我比较机灵, 也比较面善, 当即表示要留下我, 只不过是让我在饭店里打扫卫生, 帮着后厨洗菜宅菜。 我非常高兴, 我终于有了吃住的地方。 临走的时候, 表哥把他身上仅有的一百二十块钱 又给我留下了, 他说有困难的时候, 再去找他。 我说什么, 也不要我表哥的这一百二十块钱, 他已经帮了我很多忙了。 但是表哥把钱硬塞到了我的口袋里, 拍拍我的肩膀就走了, 握着这一百二十块钱, 我想哭, 人和人真是不一样啊。 我去二姑家的时候, 他连一顿饭都没有让我吃, 就把我赶出来了。 大姑家的表哥却主动帮助我, 我的心里感动得一塌糊涂, 我发誓自己一定要好好干活, 闯出个名堂来, 将来报答对我好过的人。 到了那年秋天, 带我去市里打工的包工头, 把我在工地上挣的那两个月的工资 给我烧回来了。 当时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在县城读高中, 我就把这些钱都送给了他们 当作生活费。 在饭店里虽然挣钱很少, 但是管吃管住, 我还是觉得生活出现了曙光。 我在这个饭店里一干就是好几年, 从洗碗工做起后来。 我又在这里学了厨师, 掌握了炒菜的手艺。 当我成为一个合格的厨师以后, 我拿出这些年存的钱, 在县城里承包了两间小房子, 开启了小吃店。 因为我诚信经营, 我把这个小本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的。 后来,我的小吃店附近有一个新小区里盖居民楼, 每天有很多农民工大哥来来往往的, 他们经常来我这里吃饭, 给我的小吃店带来了无限的商机。 我是从苦日子过来的人, 我对这些民工宽厚而又仁慈。 从他们身上, 我看到了我当年的影子。 给农民工炒菜的时候, 我都是上大盘菜, 非常实惠, 我炒菜都是用好的花生油, 这些花生油, 我是让父亲去附近的油房, 自己亲眼看着炸出来的。 有一次, 一个大哥过来吃饭, 他请朋友吃饭, 他点了四个菜, 一盘炒鸡, 一份红烧鱼, 还有两个青菜。 吃完饭的时候, 这个大哥才发现忘了带钱包, 那时候不像现在用手机就可以付钱。 他窘迫地对我说, 怎么办呢? 我一分钱都没有贷, 我把钱包落在宿舍里了。 我连忙安慰, 没事的, 以后想起来就给我, 想不起来就算了。 大哥对我说, 现在像你这样实诚的人太少了, 换作别人肯定不让我走了。 几天后, 这个大哥又过来了, 他把上次欠我的钱先付给了我。 同时, 他还带来了一大桌子人, 我这才知道这个大哥 是这个建筑工地上的一个把头。 大哥实心实意地对我说, 兄弟啊, 你这个饭店太小了, 你应该在附近找一个店面, 稍微大一些的, 有几个单间比较好, 我有好多朋友, 我都可以把他们介绍到, 你这里来吃饭。 大哥的话, 让我毛色顿开, 其实我早就划算过, 小吃店虽然生意兴隆, 但是毕竟小打小闹, 要想真挣钱, 就得开一个规模大一些的饭店。 正好附近有一家商店要转让, 楼上楼下供四大间, 我把门面防盘了过来, 进行了简单装修。 楼下摆了不少单桌, 依然招待那些农民工大哥吃饭, 楼上设立了好几个单间, 优雅而又安静。 忘了带钱包的那个大哥, 他果真给我介绍了很多客户来吃饭, 我越来越觉得好人就会有好报, 有时候,农民工大哥在来吃饭的时候, 我会免费送他们一个汤菜。 我的饭店生意越做越大, 我已经雇了一个厨师, 把在村里干活的二弟也叫来了, 让他给我帮忙管理饭店。 当然, 我更没有忘记帮助过我的表哥。 每隔几天, 我就让厨师炒上几个菜, 把表哥一家三口叫来, 我们坐在一起喝点小酒, 聊聊天。 我也一直铭记大姑那些年对我们家的帮助, 每到大姑过生日的时候, 我都要给她订一个大大的蛋糕, 请全家人在我的饭店里吃饭, 给大姑过生日。 那年给大姑过生日的时候, 二姑突然也来了。 自从那年我去二姑家受冷落之后, 我再也没有去过她家, 也没有和她联系过。 二姑来到饭店的时候, 出于礼貌, 我和二姑打了招呼。 二姑来到这里以后, 她楼上楼下仔细地看了看, 她对大姑说, 没想到咱这个侄子这么厉害, 开启了大饭店, 真让人刮目相看。 二姑几次欲言又止, 我知道她肯定是想说 那年我去她家的事。 我父亲和二姑毕竟是一母同生的, 她也好多年不见二姑了, 她拉着二姑的手问长问短。 我虽然表面上对二姑笑脸相迎, 但是我的心里还是非常酸涩。 二姑的到来, 让我想起了那些年我受得冷落, 和我所吃过的苦, 受过的累。 我曾经对表哥说起过去二姑家的事, 表哥看到二姑来了, 他悄悄地把我拽到一边。 他对我说, 表弟啊, 我知道你心里很纠结, 咱们把心还是放宽一些, 该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你看今天我二姨也主动来了, 她应该是知道当年做错了, 该原谅的就原谅吧。 我想了想, 点点头, 对表哥说, 是的, 男人就得心胸宽广, 如果没有当年的坎坷, 也许我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从另一个角度说, 我也得感谢当年的那些磨难, 让我知道了靠谁也不如靠自己, 自己有本事了, 别人才能看得起你。 在表哥的劝慰下, 我也想通了, 毕竟我和二姑是亲人, 再说她已经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我何必再去纠结当年的不愉快的事呢? 我很快调整了心态, 招呼大家落座。 当我们坐在一起举杯为大姑祝寿的时候, 我真诚地对二姑说, 二姑, 以后你过生日的时候也回来吧, 在我的饭店里吃饭, 这样我们一大家子就能聚在一起。 让你和我父亲还有大姑, 你们三个兄妹三个在一起好好坐坐, 说说话。 二姑感动得当时就泪水连连, 她说, 侄子呀, 二姑好多话想对你说, 当年二姑确实对不住你, 现在我年纪大了, 才知道什么也不如亲情重要, 看到娘家人, 我的心里就踏实了, 这里才是我的家呀。 我终于释然了, 就像二姑说的, 什么也不如亲情重要, 家和万事兴, 旺季不愉快的过往, 和和睦睦多好啊。 我更加庆幸, 我通过自己的努力, 才有了今天的好日子, 我可以报答那些对我有恩的人。 做人一定要自强自力, 只有让自己变得强大了, 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 我妈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 生了二胎。 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整个人都是猛的, 浑浑噩噩走到她的病房, 看见她正在哺乳, 一束阳光打在她的身上, 温柔得不可思议。 而我交往三年的男友, 也满脸微笑, 看着强宝中的婴儿。 好像他们才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 他们真的是一家人。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我妈的表情, 如此慈爱。 在我印象里, 她看向我的眼神, 都是鄙夷, 嫌弃和冷漠。 好像在看一个不值钱的垃圾。 我以前单纯地以为, 她只是情感淡漠, 不喜欢小孩子罢了。 直到这一刻, 我才终于崩溃地接受, 她只是不喜欢我罢了。 因为, 我是她和强奸犯的女儿。 我的出生, 本身就带着罪恶。 哪怕我在努力, 娶得学校再多的第一, 也洗刷不去我骨子里流淌的恶心。 这句话是我妈告诉我的。 在我六年级期末考试, 获得第一名姓冲冲打电话告诉她的时候。 挂断电话, 我的心凉了。 手里的奖状再也握不住, 掉在了地上, 风一吹, 飘到了垃圾堆里。 我再也抑制不住, 蹲下来嚎啕大哭。 既然不爱我, 为何又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 我绝食了两天, 无论外婆再怎么劝我, 我也不想再多吃一口饭。 晚上, 外婆给妈妈打电话, 让她劝劝我。 我竖起耳朵听, 只等来了一句, 自己愿意糟蹋身体, 那就饿死吧。 然后直接挂断了电话。 我再也忍受不了, 光着脚就冲了出去。 村子就那么大, 我又能逃去哪里呢? 外婆还是找到了我, 深深叹了一口气, 告诉我了事情的真相。 妈妈年轻的时候, 也是十里八村的美人, 身段也好。 可是美貌能带来鲜花, 也能带来利刃。 一天她走夜路的时候, 被喝醉酒的男人侵犯了。 虽然她最后进去了, 可是给妈妈带来的伤害, 却无法弥补。 几个月后, 等妈妈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 一切都晚了。 因为月份太大, 医院不给迎产, 她跳过河, 吃过堕胎药, 都无法撼动肚子里的我。 或许从这个时候起, 她就对我彻底厌恶了。 出了满月, 她把我扔给了外婆, 远走高飞。 原来, 那些小孩子朝我扔石头, 骂我小杂种, 都是真的。 只有我自己不知道而已。 我代代问外婆, 那你喜欢我吗? 外婆? 外婆没有吭声, 只摸了摸我的头, 眼里是明晃晃的怜悯。 我的眼泪瞬间下来了, 外婆也不喜欢我, 她只是可怜我, 舍不得看着一条生命饿死。 在她眼里, 我和她喂过的流浪猫流浪狗, 没什么区别, 都不过是一条贱命罢了。 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我不再纠结为什么我的妈妈不爱我。 既然我的出生让她避之不及, 那我努力让我的存在带着闪光点。 我要努力, 我要让她忽视不了我, 注意我, 承认我是她的女儿。 靠着这股执念, 我考上了她所在城市最好的大学。 那天, 我激动地拿着录取通知书, 敲响了她的房门。 她打开了门, 就没问我有事吗? 她眼里的陌生和警惕深深刺伤了我, 她不认得我。 我喊了一句, 妈妈。 她的表情从茫然瞬间变为厌恶, 她一边关门一边说, 我不是你妈妈, 你认错人了。 我一把抓住门, 生生承受了关门的力量, 疼得我冷汗直流。 她没想到我会用手阻止她, 所以才会不留余力。 不一会儿, 我的手就肿老高, 我忍着疼痛, 和她僵持。 终于, 她败下阵来, 让我进了她的家。 她的房间收拾得很整洁, 看来她的生活过得还不错。 她拿来医疗箱, 给我冰敷包扎, 看着她低头给我处理伤口, 我满心酸胀。 原来被妈妈关心, 是这种感觉吗? 可是她刚给我包扎好, 就让我出去。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 落了下来。 妈妈, 这么多年了, 你都不想我吗? 一时间, 我觉得自己好像 还是那个拿着奖状的小孩子, 只不过这次拿着的 是大学录取通知书。 她皱紧眉头, 好像我的话 有多大逆不道一样。 这么多年了, 我想要的, 只不过是她的一句肯定, 一次温柔地抚摸, 一个慈爱的目光。 可是她对我很吝啬, 甚至觉得我和她在同一个空间, 都是对她的侮辱。 顾亚, 你也不是嗷嗷逮捕的小孩子了, 自己识去点, 走吧。 我的眼泪止不住, 一直流, 那我嗷嗷逮捕的时候, 你又在哪里? 所以, 你今天来, 是来找我要抚养费的吗? 可以, 我给你。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她就把一张卡扔在我的脸上, 拿着赶紧走, 不要再让我看见你。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想说什么, 可是看着她不耐烦的脸, 终究什么都没说出来。 拿起来, 录取通知书, 就走了。 我叫顾亚, 跟着外婆的姓, 她确实很厌恶我, 连她的姓都不愿意给我。 我看着大城市的万家灯火, 一种孤独感从脚底蔓延到心里, 这里不是小乡村, 没有外婆的那盏灯等着我。 高中的时候, 我曾去看过我生理学上的父亲, 在我们当地的监狱里, 他是人们嘴里人人喊打的强奸犯, 可是幼小的, 我还是对自己的生生父亲有一丝好奇。 这可能是人类的天性吧。 我坐在她的对面, 拿起话筒, 我是你的女儿。 她脸上有道疤, 皱起眉头的时候, 显得更加吓人。 我只有一个儿子。 我紧紧捏住话筒, 另一只手紧张地揉搓自己的衣服边。 是, 你和杨敏的女儿。 她听到我妈的名字, 表情瞬间变得玩味。 杨敏那婊子还给老子留个种呢。 婊子, 重, 短短一句话, 就在我心里炸出来一个深坑。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她。 我以为, 我以为这么多年过去了, 她对母亲会有一丝忏悔之心的。 哪怕她有一点点, 我都觉得我来看她都是值得的。 哪怕她有一点点, 我都觉得我的出生没有那么肮脏。 可是, 不是的。 她玩味的表情, 满脸的恶意, 眼底深处好像还在怀念十几年前。 那错乱不堪的一夜。 我的胃瞬间翻江倒海, 然后生生忍住。 她生下我就走了, 觉得我是个杂种。 她眼睛一瞪, 老子的重不是杂种。 行了, 不要再打扰我了。 等我老了要人伺候的时候, 你再过来就行了。 说完她把话筒一扔, 就走了。 当年, 我站在监狱门口的心情, 和现在如出一辙。 好像我所渴望的永远都得不到, 反而像另一个极端越走越远。 我顺利入学, 过着和普通大学生一样的日子, 也交了男朋友。 他和我老家是一个地方, 只不过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搬走了。 他很体贴, 很照顾我的情绪。 我以为我缺失的亲情会被他的爱情弥补回来, 可惜, 不是的。 看着他自信的样子, 看着他的社交如鱼得水, 我打心底是极度他的。 我感觉自己就是一只阴沟里的老鼠, 企图从昏暗肮脏的环境逃脱出来, 和整天生活在阳光下的兔子为伍。 可是越靠近温暖的兔子, 老鼠越觉得自己配不上明亮的生活。 老鼠在恐惧, 恐惧有一天, 这温暖的一切会把自己阴冷的皮肤灼伤。 我和陈江相恋两年, 从大二到大三, 他都在有好好做一个男朋友。 别的社友都羡慕我有一个二十四孝男朋友, 我听到这些的时候, 只能摇头苦笑。 他越爱我, 我越无法告诉他我的一切。 告诉深爱自己的人, 你爱的人是因为一次犯罪才生下来的, 强奸犯还在坐牢, 被侵犯的人觉得自己的女儿是他一生的污点。 我怎么对他说得出口啊? 太残忍了, 对我们俩来说都太残忍了。 陈江喜欢看着我的眼睛, 他说, 我的眼睛里是深深的忧郁, 引得人想探索一番。 我想把秘密守得死死的, 直到无法再被隐瞒住的一天。 可是生活从没有打算放过我一次。 我好像他永远看不腻的小丑, 总是折腾命运的一根绳, 让我无法安宁。 外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正在上课。 她说, 我妈出了车祸, 是医院的人联系她的, 她年纪大了, 一时过不来, 让我去医院照顾她两天。 生老病死面前, 好像所有的问题都被打包搁置。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 手术已经做完了, 人已经脱离危险, 可是腿骨折了, 需要住院恢复。 病床上昏睡的妈妈, 让我有些陌生。 藏起来, 她面对我时的一身刺, 她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妈妈而已。 那个下午, 我就这么贪婪地看着睡着的她, 仿佛要把错过的时光都弥补过来。 人都是这样, 面对喜爱之人展示软弱, 面对厌恶之人竖起满身的刺, 即使自己也已经鲜血淋漓。 我想, 这次无微不至照顾我的母亲, 缓和我们僵硬的关系。 可是她不给我这个机会, 她把手边所有能拿到的东西 都砸到我的身上, 恶狠狠地盯着我, 好像我是无恶不赦的罪人。 明明把她变成这副模样的人不是我。 在一个平凡的午后, 我内心压抑的一切终于爆发了出来。 我把打好的饭放在餐桌上, 也把病床摇起来让她坐得舒服。 可是她闭着眼睛, 不吃饭也不说话。 我拿起勺子, 咬了汤炊凉放在了她的嘴边。 勺子接触她嘴唇的一瞬间, 她抬手打翻了饭菜, 我避之不及, 撒了一身。 难过, 委屈, 羞窘充满了我的心脏, 我抹了一把脸上的汤汁。 这个时候, 你逞强什么? 你是个病人, 我是你的女儿, 安安静静接受我的照顾不行吗? 她冷笑, 我是个病人, 不是个死人, 你把我请的护工都赶跑了, 偏偏自己留下来照顾我, 你是想恶心我还是想恶心自己。 我擦脸的手遁住, 我能在这里照顾你, 不用请护工。 她笑了, 嘴里却全是恶毒。 顾亚, 我再次重申一遍, 我是被迫把你生下来的人, 不是你的妈妈。 我没有养育你, 你又何必照顾我? 别在这里自作多情了,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 但是我给不起。 我还想说些什么, 眼睛余光里却看到了陈江。 她怎么在这里? 她呆愣愣地看着狼狈的我, 不知所措。 好像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情况。 我最想隐藏的一切都被她发现了, 在我最狼狈不堪的时候。 再也忍不住, 我眼面跑了出去。 陈江在后边呼唤我, 可是我怎么能停下来? 眼泪速速往下掉, 看不清面前的路。 刺耳的刹车声响起, 我被陈江一把拉了过去, 双双倒在了地上。 她死死护住我, 顾亚, 你不要命了, 等我冷静下来, 和陈江说了所有的事情, 然后等待她的审判。 或许, 今天就是我们分手第一天吧。 谁知, 她轻轻抱住了我, 好像再抱一件 她无比珍视的东西。 她说, 顾亚, 人没有生来就是罪恶的, 罪恶的是事情, 不是人。 我回报住她, 泪流满面, 真好, 还好我没有失去她。 她找到这里, 是因为我的摄友转述不清, 她以为我住院了, 我还一直不接电话, 就一间一间病房找过来, 终于找到了我。 我看着不小心静音的手机和二十多个未接来电, 摇头苦笑。 那天过后, 照顾我妈的就多了一个人, 陈江。 她答应一起陪着我, 等着我妈的回心转意。 或许陈江真的是我的幸运儿吧。 自从陈江一起陪着我, 我妈慢慢不再发脾气, 不再不配合我照顾她, 也好好吃饭。 虽然她对我还是冷言冷语, 但是看着她积极配合治疗, 我还是很高兴的。 等到外婆来了, 看着我能和她和平相处, 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我妈和陈江的关系越来越好。 或许是我妈出院以后, 为了方便照顾她, 我住在了她的次卧, 陈江经常来看我们。 或许是陈江找的实习 正好是我妈那家公司, 而陈江正好是我妈的下属。 时间一点点过去, 我和我妈偶尔也能正常交流, 我知道, 这其中少不了陈江的努力。 她好像是我和我妈关系的润滑剂, 总之, 生活在一点点好起来。 等到我妈能下地简单行走, 我和陈江就搬离了她家。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陈江回我的消息越来越慢。 有时候打电话过去, 也是无人接听。 她的解释是工作太忙, 因为是实习生, 不敢懈怠一丝一毫。 看着她眼里的红血丝, 我心里那一点委屈 也就算不得什么了。 交往时间越长, 我对陈江的依赖也与日俱增。 既然拥抱了太阳, 又怎么舍得让太阳消失呢? 就这样, 陈江在公司好好上班, 我在学校准备研究生考试。 我以为我的生活 已经脱离命运的沼泽, 可以干净地迎接新的生活。 直到我外婆的电话再次打来, 她说我妈生了个女孩,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在自修热水机旁边打水, 挂了电话很长时间, 我才反应过来, 杯子里的水满了, 流了一地。 我疯狂往医院赶去, 脑子里只有一个声音, 不可能, 怎么可能呢? 她遭遇了那样的事情, 一辈子都没有走出来, 极其厌恶和男性发生肢体接触。 现在怎么可能怀孕生子? 我气喘吁吁跑道, 就看到了极其怪异又和谐的一幕。 温柔的妈妈, 开心的男友。 我呆愣愣开口, 陈江, 你怎么在这里? 我话刚落, 我妈的表情瞬间由情转音, 好像一切又回到了起点, 我在她眼里, 还是那个应该消失的存在。 陈江笑了笑, 是我送杨敏姐来的, 她都到育产期了, 还不怎么注意身体。 因为我的注意力都在我妈和那个孩子身上, 并没有注意到陈江的话有什么不对。 看着那个小小的孩子和温柔的母亲, 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眼泪瞬间就落了下来。 我只觉得不公平, 真的很不公平。 为什么我就是那个强奸犯的孩子? 为什么我的出生就带着罪恶? 为什么我的存在在她眼里就是多余? 而这个孩子, 在她眼里是干净的, 所以她的态度是温柔的, 所以她眼里的爱是纯粹的。 这才是她作为母亲应该有的样子。 我终于见到了她本该拥有的样子, 却不是对我。 现在的我不知道该干什么, 应该恭喜吗? 确实应该恭喜她, 喜得贵子。 可是一张口, 话就变成了质问, 这孩子是谁的? 我妈还没有回答, 陈江反而来到我面前, 呀呀, 别这么问。 我怒视陈江, 那我应该怎么问? 是说, 这个杂种是谁的? 还是说, 那个野男人是谁? 陈江好像知道我要说什么, 扯着我一路离开了医院大楼。 顾呀, 我明白你在想什么, 可是那是你妈? 她想做的事情都是她的自由, 你没有质问她的权利。 陈江, 陈江皱着眉头, 好像这一切都是我错了一样。 陈江, 我好像第一次看到你发脾气。 陈江听到我这么说, 立马抱住了我。 顾呀, 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 只是不想再让你们的关系僵化了。 你们好不容易才缓和关系, 我不想你因为这件事情, 前功尽弃。 是啊, 我是嫉妒了, 是害怕了, 可是我什么都改变不了, 只能接受这个事实。 只是这一次, 我不想再照顾她了。 看到她眼里对她的二胎赤裸裸的爱, 我真的受不了。 陈江安慰我, 说她会找人照顾我妈, 我不用担心这个。 如果我不想来, 她可以代替我一直守在这里。 陈江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 我内心是无比感激她的, 因为我还要准备考试, 实在分身乏术。 和陈江告别, 我就回学校。 走在路上, 我总觉得有人在跟着我, 回头一看, 根本没人。 我立马提高速度, 再转个弯, 就能看到学校大门了。 然而, 那个人也立马提高了速度, 捂住了我的嘴, 把我拖到墙角里。 我害怕极了, 使出全身力气挣脱她。 别动了, 看清楚, 我是你老子。 一瞬间, 我的血液都被冻住了。 她出来了。 她看我呆愣住不再挣扎, 也就放开了我。 我强装镇定, 你怎么找到我的? 她点了一支烟, 不怀好意地把烟都吐在了我脸上, 我呛得直咳嗽。 回到那个鸟不拉屎的小地方, 一打听就知道, 前几年飞出去的金凤凰, 现在在哪。 不错呀, 故呀, 地沟里的老鼠翻身成凤凰, 老子的基因还能这么优秀。 她那好像在看什么值钱玩意的眼神, 让我想呕吐。 为什么? 为什么她还能重见天日? 她一把拎起来我的衣领。 故呀, 别用你那狼仔子似的眼神看我, 老子是你爹, 不是你的仇人。 我躲开她的桎梏,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老子只不过想找自己的儿子女儿 要点生活费罢了。 不要脸? 她怎么这么不要脸? 等等, 我猛地抬头, 你儿子也在这里。 她点点头, 她藏得太好了, 老子还没找到她, 算了, 你先给我点钱。 我说我没钱, 她不信, 就抢了我的包把东西洒了一地。 除了零零散散的日用品, 一分钱都没有。 她抬手就给了我一巴掌, 这个粥给我凑齐两千块钱, 不然, 老子就把你的身份传得人尽皆知, 看你到时候怎么做人。 说完, 她就走了。 我看着地上散落的东西, 脸上还火辣辣的疼, 泪瞬间就下来了。 我想给陈江打个电话, 想听听她的声音, 天太黑了, 黑得要我的淹没, 要把我溺死。 颤抖着打开手机, 一遍又一遍拨打着陈江的电话号码。 不接, 还是不接。 我执拗地打了一个又一个, 直到手机没电, 好像全世界都在欺负我, 从我出生那刻起。 与此同时, 你不接她的电话吗? 现在不用接, 等过一会儿, 我找个理由再回过去就行了。 你处理好吧, 我现在还不想让她发现。 我知道, 你在休息会吧, 孩子给我就行了。 第二天醒来, 我的脸肿老高, 只能请假待在宿舍。 看着陈江的消息, 我的心底终于有了一丝回暖。 她说, 昨天睡着了, 没有听到我的电话。 还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闭了闭眼, 关掉了手机, 昨天是我太情绪化了, 没有考虑那么多, 就只想得到简单的阿妹罢了。 现在, 我要好好思考, 该怎么在一周之内凑齐两千块钱。 我的学费都是我寒暑假, 打工挣的, 生活费是平时兼职挣的, 外婆年纪太大了, 我不能再花她的养老钱了。 两千块钱给她 只是权宜之计, 安抚住她的情绪。 要怎么解决这个麻烦, 还得从长计议。 不过她的儿子在这个城市, 或许我可以利用这一点。 不过我不知道她对她儿子的感情到底有多深, 不过一个强奸犯的感情, 或许没有多少吧。 我不敢打赌, 只能静观其变。 过了一段时间, 外婆来了, 我带着她去了我妈住的地方。 路上, 外婆一直愁眉不展。 外婆, 你不开心吗? 她停了下来, 苦笑一下, 呀呀, 外婆一辈子都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 说到这里, 她眼眶红了, 可是, 我的孩子没有一刻让我的心安静过, 她太苦了, 她的一生太苦了。 外婆有些哽咽, 她从小就是一个要强的人, 即使遭遇那样的事情, 她也硬了心, 挺了过来。 那天, 那么大的雨, 她一个人走了二十里路去到警察局, 为自己报案。 呀呀, 外婆知道, 一直都知道, 她不喜欢你, 你也受了很多委屈, 可是, 看在外婆的面子上, 这次原谅她好不好。 外婆已经年进古稀, 看着她花白的头发, 我哭着点了点头。 此时的我以为, 是我妈一生不吭怀了孩子, 外婆让我原谅她, 后来我才知道, 是我一直在自作多情, 所有的人都在瞒着我, 有的人瞒着一个弥天大谎, 有的人瞒着一个破天阴谋, 可是, 局里局外, 没有一个人是赢的。 我妈开门的时候, 穿着睡衣, 睡衣上有一块明显的奶子, 我瞥开眼, 不看这刺眼的一幕。 外婆说, 是她熬小米粥一口一口把我喂大的, 那时候, 我妈一走了之, 家里条件又不好, 买不起奶粉。 现在的我, 依然不敢买很多牛奶, 只有馋的时候, 才会买两包尝尝, 对我来说, 它是一种奢侈品。 我妈见了外婆很开心, 抱着她的孩子, 就送到了外婆手里, 说她叫杨可欣, 跟得我妈的姓, 是我一直奢望不到的。 可欣, 可了她的心, 是吗? 她们其乐融融, 我就安静地坐在沙发上喝水。 突然, 门开了, 是沉浆。 门明明是锁的, 她为什么会有我妈家的钥匙? 还有, 她提的袋子里装的都是小孩用的东西。 最不对劲的是, 她穿的拖鞋, 还有她脸上看到我明显错愕的神情。 我刚刚给她发消息, 她说她在忙, 原来是忙着给我妈的孩子买东西去了。 一瞬间, 我的心沉到了谷底, 我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 我还没有开口, 我妈就主动跟我解释, 是我麻烦小陈帮我买些东西。 我冷眼看着他们, 压下去了所有的情绪, 不再说一句话。 直到外婆再次我休息了, 我拿着包就冲出了门外。 太窒息了。 那样的环境, 那样的相处, 不是我一直想要的和睦相处。 好像, 好像陈江要被抢走了一样。 陈江喘着气也跟了上来, 然后从背后紧紧抱住我。 小鸭, 我错了, 都是我的错, 工作太忙, 再加上这边, 是我忽略了你, 对不起。 她一直跟我道歉, 我终是软下心来, 转过身回抱住了她。 陈江, 我没有生你的气, 我都知道, 你是为了我才, 一直照顾我妈这边。 可是, 有那么一瞬间, 我觉得你好像要被抢走了。 陈江摸我头发的手停了一瞬, 不会的, 你想多了。 陈江刚把我送到学校, 我就收到了那个人的电话。 陈江看出了我的紧张, 谁? 我摇摇头, 没什么, 骚扰电话。 我让陈江回公司, 看着他的车消失在街口, 我才回过去了电话。 一周时间还没到, 你急什么? 小东西, 我得盯紧我的钱袋子, 万一跑了, 我可就堵不住我的嘴, 随处乱说了。 会给你的。 说完, 我就挂了电话。 我努力凑够了两千块钱, 给他转了过去, 可是他不收, 非要让我给他送过去。 还发给我了地址, 无奈我只能打车前去, 是一个废旧的工厂。 我以为给他送完钱就没事了, 转身就要走, 可是回头一看, 四五个男人堵住了我的去路。 我立马拿出来包里的房廊喷雾, 你们想干什么? 乖女儿, 别怕, 给我这几个兄弟快活快活, 你看你长得如花似玉, 也该给老子挣点零花钱了, 这两千块钱还不够色牙缝的呢。 原来他一直都是打的这个主意。 我拿着房廊喷雾步步后退, 另一只手赶紧翻找手机报警。 可是找不到, 哪里都找不到。 他笑嘻嘻从兜里拿出来手机, 别找了, 老子先帮你保存一会儿, 等你给老子挣够钱, 就还给你。 是我给他钱的时候, 他偷的。 我害怕极了, 拿着房廊喷雾就是一顿乱喷。 可是又有什么用呢? 这样的反抗只会更激起来他们的兽性。 我被扑倒的一瞬间, 想到了我的妈妈。 当年的她, 是不是如我现在一般? 耻辱, 痛苦, 绝望, 恨不得全世界都去死。 衣服被撕裂了, 我痛哭挣扎, 求他们也没用, 反而被打了一巴掌。 一只耳朵耳鸣了, 可是我还是能听到令人作呕的话, 下手轻点, 打坏了以后就卖不了好价钱了。 我好恨啊, 我好后悔啊, 那时候我就不该在她面前出现, 就不该让她知道我的存在。 是我错了, 我不该出生的, 我不该活下来的。 我闭上眼睛, 放弃了挣扎, 没用的, 一切努力都是没用的, 只会越陷越深, 干脆放弃好了。 在一只脏手即将摸上我的时候, 大门突然被撞开了。 爸, 放开它, 是谁? 爸, 我都按照你说的做了, 我求求你, 放了它好不好。 好像, 好像沉浆的声音, 可是, 它说的又是什么意思? 它在叫谁吧? 即使它在哀求, 我身上的人也没有停止动作。 它把所有人都推开, 把我抱在怀里。 真的是沉浆啊。 它怜惜地摸着我的脸, 泪水都打在了我的脸上, 把它的外套盖在我赤裸的身体上。 对不起, 小鸭,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脑袋昏昏地, 思考不了任何的东西。 别碰它, 你们再碰它, 我就报警了。 沉浆被一脚踢在了地上, 小崽子, 为了个女人, 你也敢反抗你老子。 没出息, 在我昏过去的时候, 我好像看到他们都走了。 沉浆死死抱住我, 没事了, 没事了, 小鸭, 没事了, 在沉浆的道歉声中, 我失去了意识。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 我在医院的病床上, 沉浆在守着我, 她在床上睡着了。 我想起来喝点水, 可是突然头晕恶心, 又一下子摔在了床上。 小鸭, 沉浆一下子惊醒, 别乱动, 你有点轻微脑震荡, 不要起来了。 真弱呀, 这副身子, 随便打一下就脑震荡了。 我看着沉浆, 好像第一次认识她一样, 仔细地打量着她。 她被我看得目光躲闪, 眼底是深深的恐慌。 我努力镇定心绪, 不让声音哽咽, 所以, 我们是兄妹是吗? 小鸭, 对不起, 道歉, 还是道歉, 我听够了。 我狠狠砸了一下床, 嘶哑出声, 回答我。 沉浆把头低了下去, 浑身充满颓废的气息, 是, 但是, 我是被领养的, 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我狠狠闭上眼睛, 头晕恶心, 扰得我想大喊大叫。 一句没有血缘关系, 就能抹杀她, 对我所做的一切吗? 不能, 眼泪止不住, 都顺着眼眶, 落在了枕头上。 所以, 我们交往三年, 你从来不碰我, 不亲我, 只会抱抱我, 牵牵手。 我以为, 我一直以为, 是你很珍惜我, 很疼爱我, 原来, 原来我们是那么令人恶心的关系。 沉浆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顾亚, 你可以打我, 你可以骂我, 我不允许你说我们的关系恶心, 我怒视他, 不恶心。 你觉得不恶心吗? 我们的关系, 你这个人, 都恶心透了。 我一直以为, 我才是地沟里的老鼠, 你是我的那树光, 不是, 不是, 都错了。 你跟我一样, 都是地沟里不能翻身的恶心东西。 啪, 沉浆打了我一巴掌, 疼痛让我有一瞬间的空白。 他流着泪, 浑身颤抖, 顾亚, 我们不是, 我们都不是那种人, 他还想说些什么, 可是嘴唇微张, 最终什么都没说, 抱着头坐在凳子上。 我呆呆地看着白花花的天花板, 思考我这短暂可笑的一生。 强奸犯之女, 喜欢自己的哥哥, 母亲嫌弃, 生父想让自己做皮肉生意, 供他生活, 多可悲呀, 多可笑啊。 没有人真正地爱我, 没有人把我当作一个有血有肉, 会生气, 会痛苦的人。 只是一团烂泥罢了。 过了两久, 我终于冷静下来。 你说, 你都听了他的话, 他要你干什么? 我看着沉浆, 如果你想让我原谅你, 就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 他看了看我, 眼神里是深深的痛苦和纠结, 还有不易察觉的恐惧。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最终沉浆握着我的手, 告诉我了一切。 父亲锒铛入狱, 作为家人的他们, 也承受了很多流言蜚语。 尤其是小时候的沉浆, 走到哪里, 都会被小孩子扔小石子, 说他是畜生的儿子。 他的妈妈因为受不了这个打击 和乡亲们的指质点点, 最终搬离了那个地方。 可是, 出狱后的陈婷 还是找到了他母子俩。 那一晚, 是沉浆永远忘不了的一晚。 黄豪的父亲, 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的母亲, 还有乱糟糟的一切。 刚放学的陈婷看到了, 立马冲上去打陈婷, 可是小孩子的力气 还是敌不过人高马大的父亲, 被狠狠踢到了一边。 因为陈婷下手太重, 踢的位置有些偏差, 再加上救治不及时。 陈姜永远失去了做男人的权利, 她失去了最重要的能力。 陈姜说到这里, 痛苦地抱着头。 她出来了以后, 三天两头打我妈, 我妈要离婚, 她就威胁要杀了我外公外婆。 提一次打一次, 一次比一次严重, 最后我妈不再提了, 人也麻木了。 这次, 我所做的一切, 只不过是让她放了我妈, 和我妈离婚罢了。 我听了很久, 还是不知道她靠近我 到底有什么立刻图。 陈姜红着眼眶, 她眼底深处 有我所不能理解的东西。 她让我靠近你, 在靠近你的妈妈。 我不可置信,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为什么就伤害她一个? 我顾不上头晕, 抓着枕头, 就朝她扔过去。 她还不够可怜吗? 你们为什么还不放过她? 伤害我一个就够了, 为什么还要一而再, 再而三地刺激她? 我哭得撕心裂肺, 恶心地想吐。 凭什么呀? 和我妈一样美丽的女人 有很多, 为什么偏偏是她被侵犯? 都已经躲得那么远了, 为什么还要找过来? 逃得还不够远吗? 陈姜暗住乱动的我, 小鸭, 我已经很克制了, 不要逼我。 我直视她的眼睛, 她眼里是沉寂的疯狂, 令我恐惧。 我突然毛骨悚然, 我妈, 我妈的孩子, 跟你们有关系吗? 陈姜给我噎了噎被子, 她以为是跟我的孩子。 什么意思? 什么叫以为? 陈姜苦笑, 我根本就没有那个能力, 一直都是我爸。 轰的一声, 我脑子好像炸开了, 眼前白花花的一片, 再也忍不住, 我肝偶不止, 可是胃里没有任何东西, 更头晕眼花。 他们怎么敢的呀, 陈姜压不住发狂的我, 叫来医生给我打了镇定计。 我昏昏沉沉地睡着, 做了好长的一个梦。 梦见我妈根本没有生那个孩子, 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 可是醒来还是一场空, 依然是白花花的天花板, 依然是消毒水的味道。 此时房间里没有人, 我拔下来针头, 走出了医院。 穿着病号服走在马路上, 好多人对我指着点点, 我都不在乎。 走到我妈门口, 我像第一次敲开她房门一样, 小心翼翼。 她打开门, 看到我的模样, 愣了一下, 侧身让我进来。 我安安静静地坐在沙发上, 看她给我倒水。 妈, 我能看看妹妹吗? 在儿童房, 你去吧。 我微笑站起来, 然后往儿童房走去。 看着她毫无防备香甜的睡脸, 我把双手放在她柔弱滑嫩的脖子上, 微微使劲。 她小小的脸迅速通红贩子, 然后哇哇大哭起来。 我妈冲过来, 一下子把我推倒在地。 顾亚, 你疯了? 你想掐死她吗? 看着她后怕拍着宝宝的背, 焦急地哄她不哭, 我狂笑不止, 笑得眼泪都要出来了。 多可怜啊! 妈妈, 你所厌恶的, 喜爱的, 都是出自同一个人。 顾亚, 你要发疯, 出去。 不要在我家里恶心我。 我缓缓擦掉眼泪, 盘腿做好, 好像一个不懂就问的孩子。 妈, 如果我不是以那种肮脏的方式出生, 你会爱我吗? 小心翼翼, 会吗? 她没有回答, 可是她眼里的嫌弃和冷漠 替她回答了一切。 我好像一个得不到玩具 就要搞破坏的孩子, 指着她怀里的孩子, 带着些恶意。 妈, 她和我一样啊, 都是那个人的孩子。 我妈脸上空白了一瞬, 然后了然, 你都知道了。 她不信我的话, 她以为我在捻酸吃醋, 她以为我在故意气她。 妈, 我不管你和陈江的事情, 如果你想要, 我可以让给你。 即使她那么恶心, 如果你喜欢, 那就拿走好了。 她对我说了一切, 她不能生育。 我站了起来, 慢慢靠近她, 都是一个人, 从始至终都是一个人, 妈妈。 她听完, 我以为她会惊诧, 会愤怒, 会歇斯底里, 都没有。 她一脸平静, 接受了这个事实。 两久, 她才开口, 顾亚, 我和陈江, 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怎么会没感觉, 一开始我也痛得都快要死了, 可是你是我的妈妈呀, 既然你喜欢, 那就拿去好了。 我摇摇头, 她苦笑, 那我所做的这一切, 不都白费了? 什么意思? 顾亚, 我讨厌死你了, 我见到你的每一分每一秒, 我的骨子里, 都弥漫着寒气, 看到你的这张脸, 我就想起来, 那个我永远忘不了的晚上, 为什么你不离我远一点? 我都说了, 滚开, 为什么你还不滚呢? 她好像一个泼妇, 失去了往日最看重的气质。 你以为你是我的女儿吗? 不是, 在我心里, 你就是这世界上最不该存在的东西。 我都逃了那么远了, 为什么你还能追上来? 你就像我独有的瘟疫, 你知不知道? 到现在, 你还在奢求我对你的感情。 你傻不傻呀? 你天真不天真啊? 她的每一个字, 每一句都结结实实砸在了我的身上。 顾亚, 有没有人跟你说过, 你好自私, 你好愚蠢。 为什么我会和陈江在一起? 因为我想你离我远一点, 也体会体会我的感受, 我能看不出来陈江对我的勾引吗? 她在想什么我都知道, 我只不过是推波助澜罢了。 她泪流满面而不自知。 为了赶走我, 她参与了好大一盘棋, 到头来, 我还是生了跟你一样的孽种。 这句话她说得好轻, 轻得像一声叹息。 看着她骂完虚脱的模样, 我大脑一片空白, 原来都只是个笑话罢了, 一个狗血的笑话。 她把我赶走, 一分一秒都不想和我待在一块, 撕破脸皮, 一切维系的温情都烟消云散。 我以为她赶走我, 就会自我疗伤。 可是, 我刚走到楼下, 她抱着孩子就落到了我的面前。 血流了一地, 那之后, 我就一直浑浑噩噩, 经常在各种地方, 看到我妈怨毒的身影。 直到有一天, 我在一片草地里突然清醒。 天很黑, 还在下着雨。 我在路上漫无目的地走着, 搞不明白为何自己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直到看到了一个男人, 扛着一个女人进了玉米地, 那个女人还在不断地挣扎和呼喊, 这是一场犯罪, 雨天里的犯罪, 不由自主, 我跟着她们去了。 看着地上绝望的女人, 我忍不住想起了我的妈妈, 如果我能阻止这一切, 是不是就能终止一切痛苦。 我猛扑上去, 勒住了男人的脖子, 他骂骂咧咧, 把我甩在地上。 好疼啊, 好像全身都要散了。 余光中, 路上有辆大车经过, 我使出最大的力气, 拉扯着他, 往马路上走去。 他一直狂打我的手肘, 好像快断了。 没关系, 车也快来了。 我撕扯着他一起, 迎接大车的拥抱。 看着京剧的少女, 我笑着闭上了眼睛。 可是我没有离开, 一直跟在少女身边, 看着她长大, 考大学, 结婚, 生子。 直到她长到四十岁的年纪, 我才突然想起来, 她叫什么? 杨敏。 多好听的名字啊。 杨敏做了一个噩梦, 梦里她被人侵犯了, 生下了一个孩子, 她好像很厌恶自己孩子的存在, 就远走高飞。 可是孩子还是追来了, 然后她为了摆脱阴影, 做了好多荒唐的事, 最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她以为只是个噩梦, 可是今天, 她被人带到了那片草地, 和梦里的一模一样。 她以为一切都完了。 直到一个女生的出现, 她爆发出了好大的力气, 拉着那个男人一起同归于尽。 她是笑着离开的, 好像放下了一切那样轻松快乐。 杨敏到处打听, 也不知道就自己的女生叫什么名字。 后来长大, 慢慢遗忘了好多事情。 忘记了那个噩梦, 忘记了那天晚上, 忘记了那个女孩。 偶尔她的女儿喊她妈妈的时候, 她就会恍惚一下。 好像也有那么一个人, 亲切地喊她妈妈, 带着一丝讨好, 眼睛里都是如沐。